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铃姐 人死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死亡会是一切的终点吗 灵魂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灵魂不存在 那前世记忆又该怎么解释呢 在超能力者大百科艺书中就有记载 19世纪时 西方国家开始兴起一种 能与神灵沟通的匠神会 在这场仪式中 灵魂会扮演一个戒指 传达神灵的资讯 有的时候人们甚至会借由匠神会 来与死去的至亲联络 虽然一开始人们对于匠神会的存在 很是好奇 不过没有多久 就开始有人在怀疑匠神会的真实性 查尔斯·罗伯特·里歇 是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由于精通医学知识 使得他不相信灵魂的存在 于是他向当时几名知名的灵魅发出了战帖 要求近距离观摩降神会 当时许多灵魅纷纷拒绝了他 除了伊瓦·卡里埃 而就在长达半年的观察后 查尔斯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并公布了一组震惊世人的照片 然后不久 一个几乎已经被当时人类否定存在的灵魂 再次掀起了热议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小手 按下玛丽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玛丽姐的影片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灵魂 查尔斯·罗伯特·里歇 出生于1850年 一个法国富裕家庭里 从小他就对医学很感兴趣 大学毕业后 他进入了法兰西学院 担任生理学教授 并在1913年 因为过敏反应方面的研究 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事实上就连过敏反应一词 也都是他创造出来的 而他不只创造了这个词 20世纪初期 他开始注意到了欧洲新奇的降神会 一些灵媒主打在降神会上 他们不但可以传达神灵的旨意 还可以让桌子飘起 甚至还有灵媒可以在降神仪式中 让灵体物化显现出来 因此查尔斯秉持着科学家的精神 报名参与了几场降神会 期间他抓扮了灵媒使用外力 将桌子飘起来的证据 也曾试破仪式中的灵体 根本只是件白布 直到西元1905年 在一次降神会的现场 他看到了一名15岁的小女孩 伊娃·卡里埃的口鼻 竟然会跑出一种气体 这个气体会在空中慢慢凝结 形成胶状物质 有的时候还会呈现出一张陌生的人脸 但只要伊娃站起来走几步路 胶状物质就会沉入地板消失不见 当时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认为 神秘人影铁钉就是证明灵魂存在的证据 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凡是讲求科学证据的查尔斯来说 他肯定是不相信的 而且不只是他不相信伊娃 另一位当时也很有名的德国精神学家 阿尔伯特·冯·施伦克·诺钦 也对此事存疑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他们参加了上百场伊娃的降神会 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揭露伊娃的骗局 根据灵魂的说法 讲神会必须要在黑暗的环境中进行 因为光线会分解灵体成像 因此只要光线太过充足 灵体就不会出现 而当时查尔斯对于这套说法 抱持着高度怀疑 他认为姑且先不论灵体是否真的怕光 但就是不能有光这一点 就无法证明此事的真实性 因此为了确保伊娃没有作弊 事前他们会先仔细搜索会场 以便确定会场不存在暗门 也会确定桌子椅子 不存在任何机关 可以释放那些神秘的胶装物质 甚至还会在降神会开始之前 请女仆对伊娃进行搜身 但无论他们如何尝试 都找不到伊娃作弊的嫌疑 于是就在一场降神会后 精神学家阿尔伯特提议 要将降神会搬去实验室进行 而此事也得到了伊娃的同意 西元1909年 一场受到大家关注的降神会 在一个完全密闭的实验室里举行 实验开始之前 除了按照惯例检查伊娃以外 甚至还测量了他的体重 这是因为前几次的降神会中 另一名来自加拿大的科学家 威廉·杰克逊·克劳福德 曾经注意到 伊娃总会在降神会后明显变瘦 为了要厘清原因 在两名女性护理人员的监视下 伊娃会裸体测量体重 看来此时的伊娃 已经受到了多名学者的关注 就在万事俱备后 实验正式开始 西元1909年8月这天 在多名专业人士的注视下 伊娃再次从口鼻显化出附近的灵体 当时看到这一幕的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但更不可思议的是 就在降神会结束后 人们发现伊娃的体重竟然真的减少了 不止如此 在其他的实验里 就连一同观摩实验进行的科学家们 也加入了测量体重的行列 神奇的是 他们的体重也会在降神会后明显降低 不过降低的体重都会在一天之内逐渐恢复 由于以上的实验结果 使得原本不相信伊娃的诺贝尔奖得主查尔斯 改变了原先的认知 他相信降神会的过程里 伊娃不存在诈气嫌疑 他认为临媒是一群具有超感官知觉的人 超感官知觉就是俗称的第六感 我们都知道人具有视觉 嗅觉 触觉 听觉 味觉 以上这五种感觉称之为无感 而第六感指的就是 透过正常感官之外的管道 接收讯息的方式 包含了直觉 心灵感应 清零眼等 都是属于第六感 关于超感官知觉 马琳姐在被CIA禁止的预言里也有提过 新月1970年 美国CIA秘密成立了新门计划 其目的就是要研究超感官知觉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去看看 好 回到刚刚 查尔斯认为伊娃具有比普通人还要敏感的直觉 他会通过这种直觉接收另一个世界的讯号 并在过程中排出胶状物质 这个神秘物质很有可能是由白血球 上皮细胞 脂肪 唾液等组成 查尔斯将它命名为灵质 灵质会从灵媒的五官中排出 它会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形状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人的样子 人们认为这就是附近游荡的灵体 一般来说灵质非常怕光 而且很快就会消失 但一些能力强的灵媒 例如伊娃是可以排出不怕光的灵质 所以可以被相机捕捉到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国也曾经出现过 类似拍到灵质的例子 之前玛丽姐也曾经提过 在藏传佛教中 有一种神秘的红化现象 当地人相信 得到高僧在元吉时 他的遗体势必会出现 与常人不同的现象 而其中红化现象 就是道行最高的僧人 才会出现的 根据记载 高僧会在元吉前 就先预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此时他们会先打坐入定 然后不久 他们的身上就会出现神秘光芒 紧接着身体就会慢慢缩小 至于能够缩到多小 就要看高僧们的修行程度 修行越高就会缩得越小 而最厉害的高僧 会在缩小到最小时 化成一道光 雨化灯线 西元2006年2月26号 海南海口市 一名名叫阿宗白洛仁波切的高僧 在一场藏密仪式中 当着众人红化而去 当时海南航空的总经理 立刻用相机拍下了这神奇的荧幕 而除了藏传佛教的红化现象外 拥有1800多年历史的道教 也认为人是具有灵魂的 他们称之为元神 根据道教的说法 人的灵魂也就是元神 是住在眉心中间的位置 许多道教的修行者 终其一生都在追求 如何修炼自己的元神 一些厉害的得到高僧 甚至能够在入境以后 让自己的元神离开肉体 游走在天地之间 有的还可以借此与神灵沟通 大家不觉得 这与我们刚刚提到的降神会很像吗 其实自古以来 世界各地都有在流传与神灵沟通的方法 例如佛家叫做陆定 印度叫做冥想 西方世界叫做通灵 因此也有人相信 既然有办法与灵界沟通 那么就代表灵魂应该是存在的 而如果灵魂真的存在 我们是否有办法 以科学的方式来证明它呢 就在欧洲各国流行起降神会的同一时间 美国一名医生 邓肯迈克杜格尔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由于私人原因 他没有办法前往伊娃降神会的现场 不过他先假定 如果伊娃没有骗人 灵魂真的存在 而他会在人死亡之后离开人体 那么是否有办法测量到灵魂的重量呢 于是他开始游走在几间重症医院 并到处询问是否有人愿意 让他进行灵魂实验 虽然当时他遭到了不少的拒绝 不过最后他仍是目击到了 六位即将死亡的患者 西元1901年4月10号 第一位参与实验的患者 进入了迷流之际 受到通知的邓肯 立刻将患者抬到事先打造好的 大型测量平台上 在此之前 他就已经先计算过 直到完全断气 每小时病患大约会蒸发28公克的水分 因此每隔10分钟 就需要重新调整测量仪器 以便在病人死亡的当下 测量到最真实的数据 时间来到了晚上9点08分 就在邓肯最后一次调整机器的1分钟后 病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令他惊讶的是 几乎就在差不多的时间里 机器的衬杆也移动了 当时邓肯还必须要在机器上 放上两枚硬币 才能让这个衬杆 重新回到一个水平位置 而这两枚硬币加起来的重量 是21.3公克 由于人体水分蒸发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邓肯观察到的重量变化 却是在1分钟之内发生 因此他大胆提出一个假设 认为灵魂的重量为21公克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邓肯相信自己 找到了灵体的重量 但其他的医生 并不认同他的发现 一名名叫奥古斯都的医生提出 人在即将死亡的时候 体温会升高 在这个过程中 蒸发的水分也会比遗忘都多 所以这21公克 并不能代表灵魂 况且剩下参与实验的 5名病患身上 也没有观察到相似的现象 以此来否定邓肯的灵魂实验 不过就在两年多前 一名网友上传了一支影片 在影片中男子说到 前阵子他的父亲 在他们的陪伴之下 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当时为了让父亲走得平静 他开口唱了一首歌 而他的父亲也在歌词结束之前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神奇的是 后来他在回放这段影片时 竟然看到了父亲停止呼吸的当下 出现了一个神秘光影 而他们一家人都相信 那道光影就是父亲前往天堂的证据 不过也有网友留言认为 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些 小虫子 那么大家又是怎么想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 来关注我 我们下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 请女仆对伊娃进行收声 请女仆对伊娃进行收声 是不是又还是怪怪 请女仆对伊娃进行收声 呢 呢 喔